生命不息,追剧不止,因为深知巨荒太熬人,网友们更加珍惜好剧,因此除了重温老剧,粉丝对于爱豆的新剧也是一再催促,在这种催促之下,衍生出许多的人气榜单,榜单中热剧的期待指数一一排列。 人气和热度一目了然,肖战的人气不同一般,他能上榜也不意外,但前五部都被他一人占据,网友还是很意外,除了肖战,王一博也以陈情令有匪陪你到《世界之巅》三部剧成功上榜,此外,龚俊尚未开播的《安乐传》也在齐烈,但还有网友发现,剧作上榜最多的并非是肖战,而是任嘉伦。 纵观这份榜单,任嘉伦竟一人上榜了七部作品,其中包括了已经播出的《一生一世》《周深如故》《锦衣之下》等,还有《尚未开播》《玉交际》,此外,上榜作品实在太过混乱,既有已经播出的,也有尚未开播的,既有播完几年的,也有刚播不久的,时间上缺乏统一性,再则,上榜的主要是肖战,王一博,任嘉伦,迪丽热巴这几位的剧,其他的只混进了一部《庆余年》, 诸多的疑点让这份榜单的公信率大打折扣,网友感觉,这更像是几位主演的粉丝们,自娱自乐的榜单,不过也有网友觉得,热剧本就由这几位人气演员把持着,还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。